从人人潮到人人夸 2024上半年哪些演员进步了 大家好 我是大嘴小八 都别去看那些让人糟心的烂演技了 来看看今年上半年的优等生吧 他们的演技才应该被看见 第一类 进步神速改头换面 最近墨语云间里爽翻大家的吴景言 就值得一个演技进步奖 除了人设试卑图高外 他也能让人共情 质问前夫歌屎字字气血 沈学士去过青城山吗 跟谁一起去的 为何不敢看我 沈学士是很讨厌我 还是我得罪过沈学士 你为何如此对我 是你做的吗 你为何如此对我 你明知道我不输旁人 我配入民一堂 而你此时 却在想如何将我抹杀 究竟是我看错了你 还是世人看错了你 你当真问心无愧吗 报仇时 眼神痛苦又愤恨 这一刀 是薛仙灵和薛兆的 这一刀是压迫的 我要杀了你 这一刀 是你迫害的所有官差的 这一刀 是怀向所有百姓的 就连大家做得发神经的飞天弹琴 他都弹出了七万哀怨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啊 豪磊这补习班是真挺管用的 吴景妍这钱没白花 孟磊间拍摄之前 吴景妍就提早三个月就是跟豪磊时尚表演课 这是我非常要求的 现在就感觉好像变成了一个很值得炫耀的事 以前演习攻略时 吴景妍爽上人爽到了 但用嘴缩面条的演技 看得人好想逃 余正都亲自认证吴景妍有用嘴演戏的毛病 我今天看到你表演 我就想到吴景妍的表演 她也有一点点这样 我觉得她明明演技很好 为什么会被观众说演技不好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 嘴型太清晰了 后来呢 吴景妍的演技一度被钉在了吃乳柱上 你快听听她 我不知道 就是突然晕倒了 然后上空下线的 我也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啊 而现在 她把乱飞的五官给捡回来了 从通过瞪眼咆哮传递情绪 变成了靠眼神传递 不说脱胎荒骨吧 但确实啊 改变不小 新生也同样给人惊喜 景妍然饰演的废可 是个有着五重身份的高智商骗子 但背后又有着自己的痛苦和挣扎 演这种复杂的角色 其实是个不小的挑战 而景妍然不但没露气 反而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一场冲上热搜的吃牛排酷戏 狠狠让人共情了 因为没有钱 她只能去餐馆治别人吃剩的牛排 自尊心极强 又被家人毁掉人生的废可 一边吃 一边感到羞耻 不甘和委屈 她的眼泪里 充斥着各种复杂的情绪 在这种窘祸的时刻 抬头看见喜欢的女生 她又错愕和难堪 形象 baby 带着他 吃你的 一边吃 饭 做得完 和酒 台思 ement 虐 巧 什么 从 非 を 得 在 ması 很 咱对景柏然的演技停留在偶像剧的层面 虽然说他票房不错 但《珠妖记》那种搞笑逗趣的角色 对演技的要求也不高 这两年 景柏然本来作品就不多 《君子蒙》里呢 和宋慧荣私慕相对 《龟龙》里的嘴套戒指 又都赶了不少的课 光去散所有寒颜 我敢认为所有的梦都为你赴约 虽然说先生烂尾了 但并没有烂到景柏然的头上 因为观众已经从这部剧 看到了他的进步和努力 今年最让人意外的 还是王一博《雄木可雕老》 毕竟他靠着面瘫式演技 成为了摩托派的一员大将 一旦有个表情 都能被夸掘了 本来呢 对王一博的演技 一直没抱啥希望 没想到 他在追方者里 真的支撑起来了 把魏若来 又怂又勇的性格 各个階段的成长 都演出来了 受刑时 王一博丢掉了偶像包袱 我不是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 这央行的气宇 有谎言还没气宇吗先生 你们这青山在吗 这青山有虎兰会吞噬 是百姓的血肉 留他又有何用呢 片台的爆发戏更是感染力十足 让人看到他的痛苦与崩溃 我帮你还 我帮你还 我把那些混蛋绝都抓出来 我帮你还 你先下来安安 我换你个公道 你根本就逗不过他们的 我上次那个假骗子怎么样 那么多兄弟们还是白白死掉了 这些畜生 虽然激动起来脸更肿了 但却比面摊时的卡好太多了 不知道王一博是自己顿武 还是有人指导 不过唐燕的进步 肯定是打磨出来的 他能提名白玉兰事后 王家卫功不可没 三年啊 木头都能开窍了吧 三年 你知道谁 三年 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吗 唐燕呢 本来都在八五花里吊车尾了 硬生生靠一部繁花繁盘了 汪小姐的坚韧 勇敢 聪明 唐燕都演出来了 特别是护语白 情绪更有感染力 不要人家想到汪小姐 就拿我和你脸着 但是没想到今天 还是让你被人家吃了个耳光 我没想到 我在在黄河路这么多年数 凭我汪明出三个字 连一个包间都听不到 等我再回到黄河路的时候 我一定要帮你讨回来 没有你跟想到汪小姐 只有念无帮都理了 我没想到听着 也能帮你看起来自你光 我没想到 我得了网友的嘎头女主 让我汪明之间的你 离子破坑都顶了 都在我网友的网 我也不要把他投回来 唐燕这么多年 都在傻白天里打转 终于又突破了 不过他的演技到底咋样 还是要看念无双 会演成啥样了 以往的演技差声都在进步 娱乐圈里某些混子演员 还做得住吗 怪不过还要埋怨人家 说好大家一起摆烂 怎么偷偷进步了呢 第二类 稳中求进演技在线 搬完了演技进步讲 也该夸夸演技持续在线的演员了 他们一演戏 就给人一种绝对不会掉链子的感觉 最近玫瑰的故事里 前夫哥方邪文把人气惨了 结果林更新那张嘴战无不胜 硬是没人骂得过他 不过好友接二连三的控诉 也让林更新破大方了 不过也确实说明 他演得挺好 演出了让人窒息压抑的方邪文 林更新的演技 给本就炸力的台词 火上浇油了一把 让人想冲进去吃他两巴掌 那我妈为了谁呀 大老远从老家过来 还不是为了照顾你吗 他呀 他不爱说普通话 那你学几句潮语不就完了吗 你法语都能学 潮语有什么不能学呢 你有精力工作 你没精力生儿子 虽然林狗爱玩 但演技是一直在线的 这下呢 又几进了渣男赛道 又是一种新的突破 在南平赛道里 混得风生水起的张若云 也是靠着自己的演技 走出一条路的 当初啊 清一年官宣时 张若云的长相和原著相差甚远 根本没人期待 他说那个范贤 跟我契合度很高 当初这个宣布的时候 可没有网友 这么觉得 结果播出后 他就成了范贤的不二人选 人生得意 须尽宽欢 莫是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富来 张若云能成为南平天才 他是有两把刷子的 秦俊杰和张若云一样 踏上了一部老戏鼓战半边天的剧 但在天行剑里 秦俊杰和他们对戏是一点都不露钱 反而是有来有回的 戏剧张力直接拉满 秦俊杰的升台行表 没一样拉垮 整个人气场很足 一下就能把人拉进历史里 掏心窝子的话 细腻又改人 这一生我只信我两件事 一是改换天地 一是娶你为妻 都败了 一是他人之妻 我不能再娶 而改换天地 就是要打破你拥有的一切 我不能再做 抓到柳玲 我不仁以刑罚对她 因为我知道 她是想改换天地的人 我无法恨她 你不是守旧的女人 你留过洋 读过书 有思想 十二年前 你敢和我逾越晋级 你敢反叛 所以 吴兰山 不仅剖析了自己的思想变化 还扣住了这部剧的主题 可惜啊 这部评分8.1的高分好剧不火 不然 凭秦俊杰的演技 就能被更多人看见了 完全碾压现在许多流量小声 同样因为剧不火 而被忽略了演技的 还有胡先旭 他在《非吃人生热爱》片里 一体两魂 分饰两个角色 一个是活泼直爽的赛车手张池 一个是沉稳一忍的霸总林真东 角色反差感是很大的 胡先旭不仅能拿捏好角色 还能演得很细腻 当35岁的张池 穿到20多岁的林真东身上时 他通过别人的身体来说爱的 我这样 拥抱时 轻巧的眉毛 拥抱后克制的嘴角 眼神里是说不尽 但又没法说的爱意 胡先旭演得非常细腻 蒋其名在《我的阿乐泰》里 虽然戏份不多 但他却眼活了精明又脾气的高小亮 完全看不到漫长的季节里 傅伟君的影子 蒋其名是能走进角色内心的演员 不需要多激烈的情感表达 就拿他和李文秀哥默尔的那场戏来说 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 他讲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台词节奏把握得很好 而且是很生活化的表演 就像咱们在现实中遇见的一个人一样 甚至连马伊丽都说 自己被蒋其名的演技给刺激到了 一瞬间被他比下去了 竟然有点生气 然后拍小奖的时候我给他搭戏 然后呢 那就是很不幸的让我看见了他的表演 对我造成了刺激 因为当他滚在地上 他一抬头 我看到了他的眼睛里面 眼白都是血红的 他整个眼睛是冲雪的 我非常惊讶 我一边给他搭戏 我一边心里就充满了各种震惊 和疑问就是他怎么做到 在短短的两三秒之内 让自己的眼睛这样子的 小奖在往地上滚的时候 他从往自己的眼睛里扔了沙子 太佩服他了 我觉得他是彻底把自己扔到戏里 扔到角色的那种人 在这一点上我不辱他 我内心竟然有了一丝生气当时 当然咱们这期表扬的 都是年轻演员 老溪谷的眼睛 那都不用说 拿他们出来比 那不是直接被杀了吗 如果今年还有演技进步 稳定发挥的演员 大家也可以打在公屏上 记得一键三连哦